台東市南京路的公園 最近翻新在入口處加裝了 南京綠園道的石頭擺飾 黑色字體搭配綠葉美化 但是卻被民眾認為 這設計好像有點怪怪的耶 簡直就像是墓碑一樣 而施工所成親 是因為包商沒有按照原本的設計來施工 因此目前已經要求拆除重作 施工中的公園入口設立全新裝置 卸著南京綠園道 但仔細一看怎麼哪裡怪怪的 大白天的公園裡冒出著石頭立牌 半圓形設計 黑色字體搭上綠葉 旁邊還有鮮花點綴 又是再加上一張照片 就百分百像是到了墓園祭祖 路過民眾慢投問號 這有行不明白啦 有需要還要改成 看有行啦 有行 有行 有人覺得怪怪的 但也有民眾對著裝置很買單 應該是每個人看法都不一樣 但是應該是還好啦 不會啊 滿有意思氣息的 民眾反應兩極 台東市編列將近兩千萬 要把南京路廣場打造成運動步道 卻被說像是墓碑 這下施工鎖業說話了 尺寸跟那個我們的圖縮不符 再加上它的那個色差 跟我們當初的設計圖也有一些相符 原來是廠商沒按照規劃完成 已經要求拆除重作 施工鎖業強調 如果民眾對設計有疑慮 也將請設計師重新評估 像不像墓碑見人見智 但這特殊設計 還是讓不少民眾越看越毛 今天劉林翔的台東報導